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學長的咖啡沖煮攻略 那今天要為大家介紹什麼呢 就是 一個非常美麗 而且同時又很好沖的一個濾杯 叫做花瓣濾杯 花瓣濾杯目前是 山羊產業所開發 那這個新的品牌叫做Cafe 那研發人呢 是目前山羊產業的社長叫做 中總茂次先生 研發的一個 第二代的濾杯 第一代呢 是山羊的T型濾杯 也是非常非常好用 學長非常喜歡的 那二代的這個花瓣濾杯 他是採用錐形的結構 那也是有友田這個 窯廠來附著燒的 友田燒 那目前呢有六個顏色 透明的是樹脂的 然後還包括有 粉綠 粉藍 粉紅 粉黃 還有白色的 那顏色呢是非常的繽紛 那這也是這次花瓣濾杯的一個特色之一 除了很繽紛的顏色之外 我們要看一下濾杯的結構 山羊濾杯裡面的溝槽設計 裡面大概看起來很像一個花瓣的樣子 其實實際上呢 他的底層就是比較接近下半部的部分呢 他的肋骨呢是密度是比較高的 所以他流速會比較快 那到了五分六分的時候呢 你可以看到他的肋骨的密度呢 是比較酥的 所以他的流速呢 就會放得比較慢 就會形成一個下快上慢的一個變速結構 那這也是花瓣濾杯最討人喜歡的一個部分 就是當你原本流速很快 但是可能水位到了六七分滿的時候呢 流速會突然降慢 而降慢這個頻率呢 不會非常的誇張 不會像Kono 完全就是可能流速變得非常的慢 他只是緩緩的降低速度 所以這個時候呢 如果也可以讓水位呢 在高水位的時候呢 稍微浸泡一下子的話呢 就可以萃取出很多的甜感 這個濾杯呢 其實都不算特別的困難 那我們簡單介紹完了花瓣濾杯 那我們待會兒會示範兩種沖法 第一種呢 就是目前社長 中種茂次先生所研發的一種沖法 那第二種沖法呢 是學長自己研發的 就是甜感水類沖法 兩種沖法呢 雖然流程差很多 但是呢 其實兩個甜感都很明顯 畢竟這是為了花瓣濾杯所設計的沖法嘛 好的 那我們接下來開始示範 花瓣濾杯的第一種沖法 就是由中種社長所研發的沖法 中種社長稱之為透過法 那其實透過法的意思就是說 我的水油給下去的時候呢 我的粉呢 並不會淹水 淹水他就稱之為浸泡法 那透過法呢 就是不會淹水 所以我的粉面呢 會盡量的浮在整個濾杯的最上層 我們稱之為 透過法 那剛開始我們放濾紙的時候 不要忘記花瓣濾杯的溝槽呢 是比較特殊的 所以你的濾紙一定要壓好 或者是你給一點熱水 讓它可以服貼一點點 這兩個都是可以的 那咖啡粉的使用呢 我們使用30克 那中種社長學會比較好的比例呢 是10克到12克的粉 萃取出130cc的劑量 所以呢 粉水比是比較高的 那所以呢 建議大家在用中種社長的沖法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使用30克左右的粉 可以發揮 花瓣濾杯的填感特徵 那這個手法上也比較容易成功 那研磨度呢學長一定要特別強調 是蠻粗的 一般來說 我的平刀小富士呢 我用4 中種社長的手法裡面呢 我們可能用到7喔 差很多 然後或者說如果你是用 小飛馬 或是小富士的龜石的話呢 平常如果你用5的話 可能就用到8 這麼粗的研磨度 但是大家不用擔心它萃取不足喔 因為它待會會用很小的水柱來進行萃取 所以不用太擔心的 好的 以上這些 基本的不一樣的部分跟大家講完以後 我們隨便開始充足 好 那目標 因為 10到12克的豆子呢 我們是充130cc 所以呢我們現在要30克的情況之下呢 我們目標是390cc的 最終劑量 所以我們給水呢 大概是給到 420 430左右 好 剛開始一樣先做悶蒸 悶蒸呢 就 給水的時候呢 這把壺呢也是三洋的壺 所以呢 你它的口徑非常的小 所以你只要順順的給 慢慢的讓你的 粉吃到水 慢慢移動就好了 不用移動太快 慢慢移動就好了 然後繞一圈讓粉都吃到水 OK 大約是50到70之間的給水 60C左右 然後你的粉塵會膨脹的很 很膨脹的很高 然後呢 等待30秒鐘的時間 然後剛開始在中間給水 好 中間給水 然後也不太需要繞 中間給水 然後呢 把泡泡整個叫出來 只在最中間 然後呢 這把壺很柔軟 所以呢 可以把泡泡叫出來 休息一下 好大約給到 一百六七十就可以了 OK 繼續第二段 它水 粉下去的時候呢 泡泡下去的時候呢 給第二段 要慢慢的繞 把中間的泡泡 挖出來 叫出來 好 好第三段 泡泡泡 大約是到一百六一百七都可以 好第三段 泡泡挖出來 好 一百七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就可以從中間 緩慢的往外繞圈了 然後一直給到四百二四百三 慢慢繞就好了 好 中間 然後每一個點位呢 的時間都慢慢的 移動 不用太緊張 慢慢的移動 每一個點位要讓它吃飽水 手把很特殊 所以它不太需要太急的繞圈 就緩緩的繞圈就可以了 所以我每一個部分的 失水的時間都蠻長的 但是呢 可以看到我的粉塵 其實基本上呢 都是乾燥的 浮在水的 上半圓 不會有淹水的狀況 那這就是所謂的透過法的特徵 所以可以看到我移動的速度其實很慢 但是因為花瓣綠杯這樣的設計呢 所以呢你也不用太擔心說 你的風味呢會太過頭 或是 不足的問題 因為花瓣綠杯它有 它自己的緩速設計 其實是蠻有特色的 OK OK 緩慢的往外繞 OK好 大概衝到420、430 就完成了 還有最後一點點 OK 420CC 好完成 我總共衝動了430CC 那就形成一個像這樣子 甜甜圈的狀態 然後就是 透過法成功的一種 的一種狀態 可以看得出來 好OK 那就是中總社長的 透過法 好的 那我們現在進行第2種衝法的示範 那這種手法呢 就是學長自己研發的 那我稱之為 甜感水味 好 那我們一樣 先把栗子放進去 讓它服貼 壓好 這是用粉紅色的 粉紅色顏色也是很可愛 那很少 市場上其實很少這種 比較女生一點的顏色 所以女生如果喜歡這個 粉色系的話也是蠻棒的 好 那我們這次使用的就是20克 一般 跟學長平常充足的 研磨度呢 是一樣的 大概是4左右 小腹是4左右 那如果你是鬼尺刀 或者是 小飛馬的話 可以用5左右 好 準備開始充足了 好 那剛開始一樣 我們要做悶針 悶針的部分呢 是一樣的 中間 1 2 3 繞兩圈 回中間 好 大約是40CC左右的水 我現在給到30 30 34 其實30到40 都是很正常的 克數啦 所以大家不用太緊張 然後這次使用的是 非常淺淺的豆子 所以它膨脹狀況 剛開始覺得沒有特別的 顯出 但是慢慢的它會中間持續膨脹 代表說裡面這還是成功的 好 那待會我們這個時間30秒 接下來呢 我們就中間給水後呢 順順往外面繞 然後給到多少呢 給到120就好 120 好準備了齁 這部分比較簡單 就是給水 然後順順的往外繞 好 中間給下去 然後呢 順順的 往外面繞 好 繞到120 120 就回中間 120 OK 好 然後把這一次呢 整段流完以後 然後呢 我們就開始進行 填膽水的部分 這一段的部分呢 其實流速還是比較快的 所以呢 我們讓它的風味上面呢 會做多一點的酸質 然後後半段 我們再想辦法把填膽做足 好 好 好準備水快流完了齁 那我們準備第二段 第二段的部分呢 特別注意喔 水位要醃高一點 好 好流完了準備 準備 給水 然後呢 一口氣讓水上到七分滿以後 然後呢 回到正中間 把你的水放小 然後呢 持續的在中間點 給水 讓你的水位呢 維持住一定的高度 就這樣齁 你的水位不會往上跑 也不會往下降 維持住 在這個位置上 然後我們一直給 給要多少呢 260cc 21 所以我們粉水比呢 是1比13 好 要260 就這樣 持續給的就可以囉 那你要注意 你的水不要太大 太大的話呢 水位會太高 太小的話呢 水位會降低 所以就維持住就可以了 好 一直到260 好維持住你的水位 很簡單 這個手法叫填膽水位 260 收 這樣就完結了 OK 所以填膽水位的手法 其實相對來說 是蠻簡單的 但是你就要了解 花瓣濾杯的結構 你了解它的結構以後 就會知道說 為什麼 這樣的手法呢 就可以讓你的填膽 特別的顯著了 那大約整體充足時間呢 大概是2分半左右 2分半 2分40秒之間 好我們來試喝一下 相對於來說呢 第二種手法 它的層次表現 就會比較顯著一點 那第一種手法呢 比較像是日式的一種 調性 這兩種呢 其實我覺得都蠻有趣的 而且都能表現 花瓣濾杯的 特色 也鼓勵大家呢 兩種手法都可以試試看 畢竟第一種手法呢 是 發明人 它研發出來的手法 確實也是很有特色的 那我們今天的 咖啡松子攻略呢 就說到這邊為止囉 那也希望大家 有機會的話呢 可以多多了解一個 這麼有趣的 濾杯 就是咖啡可花瓣濾杯 好 那我們就說到這邊為止囉 謝謝大家 下次見 拜拜 拜拜